谈到偶戏您想到什么 相信台湾多数民众会想到布袋戏 但是布袋戏只是其中之一 正常开发不同偶戏表演的无独有偶剧团 让人对偶戏有更多的认识和联想 这是他们将到法国演出的戏 叫做《我是另一个你自己》 有深刻的感情戏 这是无独有偶为成人观众制作的现代偶剧 来到他们的排练场 两三人同时指偶 偶好像变成有生命似的 举手投足 眼神顾盼间紧紧扣人心旋 三个演员 导演兼音控 无独有偶以最少的人力发挥最大的戏剧效果 这出戏让人感觉到讯息的传递不一定要用语言 没有五官的人偶只要给动作和音乐也能够传达深刻的情感 差不多就是到三十度的时候就慢慢停下来 所以美猴如果你停下来静止很久也没关系 就让他时间过千百年复活 指偶的都是专业的演员搭配默契十足 身为台湾布袋戏女演师江四美长孙的柯世宏 对东西方偶戏都有兴趣 在西方偶戏来讲的话 像这一出戏它基本上比较针对是属于人内在内心的一个东西 那跟一般所谓传统的变成形式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可能在传统里面我们叫做做戏 那在这一出戏里面来讲就是要感受到偶 他本身所删发出来的能量 那操作者只是跟着偶的能量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有金剧底子的薛美华说 不出声的偶戏也有和金剧相通之处 金剧的性能是非常好的 所以任何一个只要是站在舞台上的演员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本功夫 因为在金剧里面它其实除了 我们说长年作打之外 它还有一些是墨剧的东西 所以其实偶剧有一部分是墨剧的动作 像今天这个演出它是完全没有对话的 所以这个是很有帮助的 偶戏要向真人把情感演出来 对操作的演员来说刚开始着实不容易 因为那个偶它的整个是缩小版 所以如果你用人本来会有的动作的话 它会变得太夸张很放大 然后你就是要去想那个细腻度吧 还有一些角度 困难之处还有 直偶的演员自己要隐藏情绪 我本身是演员 所以我自己会有很多习惯的情绪在里面 但是以偶的表演来说 应该是偶戴着操偶师 然后我自己还在这一方面在调整当中 当然我会希望是偶最被观众看到的 然后我自己要隐藏我自己的情绪 我自己其实有 有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就会收掉 但是有时候是已经做出来 然后才发现 哎呦我笑了 无独有偶的东方偶戏 戏海女神龙 则以布袋戏女演师将自美的生平为故事栏本 勾勒出布袋戏的发展历程与阶段 演出结合真人布袋戏和直头偶 光影综合呈现 以表现出内心与外在 真实与虚幻等不同的面向 而无独有偶最新的作品 是与美国光影系大师合作的 孙悟空大战蜘蛛精 融合传统皮影艺术 现代光影与人偶的影像流动 展现独特的影系新样貌 聚,聚,聚,聚…